米其林厨师欺压同事 烧裤烫手压头入汤锅 英国北约克郡这家餐厅星光客栈 是当地第一家米其林星级餐厅 2002年就获得米其林一星肯定 现在却传出厨房霸凌事件 餐厅一名19岁员工报警 说26岁的厨房同事用喷火枪烧他裤子 还拿烧得滚烫的平底锅烫他手臂 甚至用擀面棍殴打他 又在他做群麻炖饭时拿群麻刺他脖子 他也募集另一名同事 头部被压入一锅花椰菜乳酪汤里 之后这道加料的汤还端出去给客人喝 餐厅老板夫妇表示会严肃处理相关指控 被控霸凌的嫌犯已遭警方逮捕后获释 等待进一步征讯 动新闻综合报道 公司机制作者 李宗盛 省视炸毫和谐厅 路由十二十一公里 从美商铁市里的房子里 这道位导致 那么精神的室 Fer gust 熊率